夫君 那两个人明明对咱们家有所图谋 为什么要放了他们 夫人 刚才公主对我使了眼色 示意我放人 我怎么没看出来 你跟公主那么有默契啊 侯夫人 这武士兄弟敢往你家侯府擅闯 必定是受了他人指使 而当今社会 唯有能指使他们的只有五皇后再无其他人 那皇后为什么要对付我们家啊 是啊 我跟五皇后精髓不犯河水 她为什么要盯上我呢 我也不知道 但是从废出王皇后再到长孙无忌 但凡被五皇后盯上的人都凶多吉少 为今之计 没有小心行事 我再从旁打探了解内情 那也只有怎么办 天色也 好 那我就先告辞了 公主慢走 公主慢走 公主 有空常来玩 我一猜你就在这儿了 小侯爷 打赖啊 自从你上次告诉我有人寄予墨刀图纸 想要对我府上不利 我就早早做了准备 但没想到 没抓到郑主 却抓到了五家兄弟 小侯爷 是达赖考虑不周 不怪你 所谓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嘛 这个 这次五家兄弟暴露了 也正好让我们对五后有了提防 你反倒立了大功哦 你说吧 你想要什么赏赐 小侯爷 达赖实在没脸再要赏赐 你干嘛呀 苦瓜脸似的 我是说要赏你 又不是罚你 达赖宁可小侯爷罚我 其实小侯爷 达赖一直都有件事瞒着你 你没事吧 没事陪我出去走走 屋里憋的我 小侯爷 我打算明天天亮之后就离开侯府 其实我 达赖 抬头看看天空 你觉得怎么样 点点烦心美不慎收 是啊 美不慎收 可是曾经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看不见这天空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乌云 是PM2.5 PM2.5可以遮蔽着星空 但却遮蔽不了人们对星空的向往 小侯爷 你的意思是说 只要人们心中有希望 就可以重见星空 也没那么复杂 简单地说就是 去他妈的PM2.5 终于说出来了 好说 达赖 你还想告诉我你的秘密吗 不想说可以不说 其实我不叫达赖 我的真实的名字是 不用说了 说了有反应 我已经知道了 我也不是来自高丽 我来自 听名字就知道来自哪儿了 也不用说了 小侯爷 其实要盗取木刀图指的组织 叫做天招寺 主要是由扶桑国人组成 当然也会有高丽人和土拨人 这个组织经常会派遣密探 进行情报收集 以获取利益 主要的负责人叫做联络室 所以 我其实我的身份就是 不重要 不重要 你以前叫什么不重要 你从哪儿来不重要 你以前想要干什么 也不重要 因为那些都是PM2.5 还记得 刚才我跟你说的话吗 PM2.5 遮不住人们对星空的向往 是去他妈的PM2.5 听话要听重点 是 那 对小侯爷来说 什么才是重要的 对我来说 或者对侯府来说 你现在是谁 将来是谁 才最重要 我冒充达来的身份混进侯府 但是以达来的身份 在侯府生活得越久 我越不知道我是谁 一定要搞清楚自己是谁 我 到底是谁 好好想想 想清楚了 你就知道 自己该去该留 好 好 哎呀 二娘子 你 刚才都看到了 夜里 我看不见 哦 所以耳朵 和鼻子特别灵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你就是大蓝 不用问了 我想问 你看得见星空吗 夜里 我看不见 但是心能看见 心能看见 我什么都看不到 其实小侯爷 已经教过你方法了 教过我方法 什么方法 小侯爷刚才说 PM2.5 可以遮住星空 但那只是眼前的星空 而心中的星空 是遮不住的 佛月 无穷薄弱 心自在 雨墨动静 体自然 你的过去 就是蒙在你眼前的PM2.5 想要看到星空 就必须用心去看 而用心去看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 娶他妈的PM2.5 这不是一句脏话吗 世间本没有脏话 心脏的人多了 也便有了脏话 去他妈的PM2.5 我认为 他不是一句脏话 而是 寄语 寄语 去他妈的PM2.5 我看到了 真的好美 去他妈的PM2.5 我又看到了 谢谢 等等 我可以再问你一个问题吗 应该留下 你又跟我说了这么多的话 是因为不想看到我离开 小侯爷不想你离开 那你呢 侯府上下 其实都不想你离开 我问的是你 你想多了 好 好 谢谢 大家 来 来 来 这沉哪 来 等等 什么味道 味道 你闻 很浓冻的一 的确有味 大哥 此乃窝国神迹神仙难敌 想抓我 操了一百年 下游达辣 这味道 太浓重了 大眼哪 到谁了 我也不知道 黑的 少奸大人果然聪慧 是啊 是啊 嘿嘿嘿 这回该红的了 少奸大人 果然聪慧 少奸大人 聪慧过人 不一般 谢谢两位台啊 不过 在下倒是有个问题 想问一问 少奸大人何必客气啊 谁还问就是了 据说咱们这农学馆和制造馆是刚刚成立的 目的是为了发展耕枝和生产 可是为何咱们这儿如此冷清呢这是 少奸大人世界啊 下官几个早有所谓 那棉花田和棉衣棉库都让大唐授予非浅 可是论着官场的道道啊 少奸大人还是知之其一不知其二啊 嗯 愿闻其详 工部设立制造馆和农学馆是为了鼓励耕枝 可是这两个部门呢 只不过是向朝廷多要银两而已啊 大人想想 朝廷的官员都是科技夫身 哪里有事真正从泥里跑土出来的 所以啊 这农知的人才 其实啊都来自民间 嗯 那朝廷为什么不广纳贤呢 大进贤财 那庸财怎么办呢 庸财就哪来回哪去啊 少奸大人啊 贤财是悲心大福 其实 庸财才是朝廷的宝 各位大人 这什么风把张大人给吹来了 这 专程前来贺喜大人升官大吉 客气客气 都是托张大人的福啊 各位大人有礼有礼 小意思 这 这 这不好吧 这 那那那 那我就不客气了 没有客气 张大人 这边去 大人 您这一上任老弱天心 好事啊 不好当啊 怎么没看出来 哪不好啊 这 一筹莫展啊 日日如此 仇上加仇大人 此言差异啊 您这个城市 那是相当的好当啊 这 这 这话怎么解释的 您想啊 文官 日日咬文卓字 名思苦想 脑袋瓜都卓亮了 毛都不剩了 好当吗 难 五官 身经百战 遍体鳞伤 骨头碎千根哪 好当吗 苦啊 所以啊 农官 管管种田 收收粮食 何来不幸福啊 不是 这是让张大人 这么一说话 真是幸福啊 张韵有一主意 请讲 农学农学 农民本无学 都是赤脚种田的粗人 能吃什么好东西啊 闹饥荒 与咱们农学有什么关系 填饱肚子不就行了吗 您看呢 张大人高 实在是高 我忘了个事情 跟您同来的 还有一位高官 还有一位高官 谁啊 留人鬼 留人鬼 没听说过 此人怎样 塔将军哪 退任以后 调到此处任职 这老家伙 不好对付 是 我倒要考虑那老家伙 有多不好对付 说了说 身在其位不谋其正 庸才 你俩给我站起来 这都日上干头了 你们还站没站相 坐没坐相 像个朝廷宾馆吗 刘大人 参见刘大人 这要是在军营 早就看头了 嗯 他俩都还行 真的吗 你就是农学舰 制造舰的 新任少监王修对吧 卑职王修参见刘大人 刚才不是参见过了吗 别虚头巴脑地 再次参见 我听说过你 你小子是个人才啊 谢刘大人没有赞 谁赞你 我是在损你 啊 哼 你的确为大唐做过不少好事 但也没少从大唐少得实惠 棉衣棉裤 助我大唐军民欲寒 你却从中中饱私能 地震救灾那事就不提了 你筹齐了赈灾粮款 助我灾民 你却借机上奏朝廷 又得了不少好处 王修 我说你是个人才不假 但说你是栋梁 就抬举了你 刘大人 这下官也是忠君之士啊 我不管你过去怎么样 在我这儿 就得按我的规矩呗 是是是 那农学建制造建 你有何建议啊 听刘大人吩咐 什么都由我来吩咐 要你这少奸何用 三日之内 枢裂成上 去吧 是 大人请坐 傅君回来的比往常要晚了一些啊 碰到顶头上司了 凭夫君那三寸不烂之蛇 这顶头上司一定喜欢死夫君了 我也以为是啊 可没想到臭骂了我一顿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流人鬼啊 冥顽不灵 刚正不阿 固执己见正义凛然 脾气暴躁 气度非凡 夫君 我被你弄糊涂了 你这是在夸刘大人啊 还是在损刘大人啊 不夸不损 客观评价吧 唉 这下夫君在制造间可有得瘦了 不如咱们找个由头请辞吧 那这么绿多大的小官 咱还不稀罕呢 不行 请辞了兰林公主脸上挂不住啊 这制造间和农学间 都是她利剑才得以设立 不做出点儿成绩 说不过去啊 那夫君有何打算 老顽固给我三天时间 让我做份殊虐 先糊弄过去再说吧 大人 去座场 刘大人 张大人 王少剑 三天已到 你那制造枢裂可否完成 已经完成 要是还是为你谋取私利的建议 老夫不看也罢 刘大人 为不为自己谋取私利 还得请大人定赌 我看看吧 选拔 选拔 正是 荒谬 太荒谬了 不荒谬啊 一点都不荒谬 我问你 你打算绕过户部 由制造件直接选拔 还不够荒谬吗 刘大人 由制造件直接选拔前提有二 一不入官籍 二不走科举 这在大唐律法上都是可行啊 律法可行 但实际上不可行 不经科举怎知人才 不入官籍怎么吸引人才 荒谬 太荒谬了 张云你说呢 大人说的是 大人说的是 我看荒谬的不是我 是你们这些选人的制度 你 胡说八道 刘大人 想当年魏征直见太皇 太皇从简如流 引来一段君臣之间的佳话 现如今 下官有话却不能说 我看 这是有违治国之道啊 好 我让你说 你要是胡说八道 可别怪我流人鬼 不念同僚之情 科举就是考试 考试就得出题 出题就要有范围 那敢问刘大人 科举的题目从哪儿来啊 明科诗词经义实论 不一而足 在下认为 诗词经义实论方面的人才 这方面的人才 将来无论是做官 还是写文章 那都是有相当的造诣 但是让这帮人去造一之步 我看也未必能有什么很大的成就吧 朝廷还有智科 专为选拔特殊人才 可是智科往往几年才开设一次 而且据我所知 涉及制造方面的智科 从来就没有开设过 因此在下认为 这方面的人才还是应该由我们单独选拔 况且 刘大人 这又不入官籍 刘大人您大可放心啊 如果此人只是一心为官 就算他有天大的能耐 那也未必会造福百姓 听起来倒有几分道理 大人 少监大人说的还真有些道理啊 可是我总觉得 你王修要是在选拔当中不加上点私利 就说不过去 那既然大人这么说 那我觉得就没什么可聊了 那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就行了 好吧 有没有私利我会盯着你 这是件立国立民的好事 明天我就上奏皇上 你们去给我好好准备 诺 诺 来 大人 大人 大人刚才真是力万狂澜 下官实在是佩服佩服 郑大人这瓷头草 当的也是惊世骇俗 我也是佩服 大人再朝日官不易 大人体谅 大人 这事不得了 这事不得了 那是否有老师 就是他们的事不得了 那是否有上班 我生命了 因泽继承了这个家印 现在那也指不定干嘛呢 您的三位舅舅啊 当年涉案不是太深 所以只是被抄家流放 算是保全了性命啊 待到当今圣上登基天下大赦 您的三位舅舅才又回到了长安 我这要学怀疑 你才是胸孩子 小脸是长成的女儿啊 又走过了一个城 又爱上了另个人之后 给你唱过的情歌 唱给别人来感受 谁说得不到的就不能再深情的歌颂 情歌没错错的是感动 一个被爱的人 爱了别人凭一句自由 跟着另一个人 把曾经的人挽掉之后